哦 它跟我想象中的披萨不一样 它也不能一样吧 打开天窗说两话 隔离不能吃的差 今天搞个大披萨 波龙鲍鱼两开花 鸡鸭鱼肉猪牛羊的披萨呢 相信大家是常吃 但是这个波龙和鲍鱼做的披萨 大家尝过吗 反正我没有 但是我们找到了一家 可以做波龙鲍鱼披萨外卖的餐厅 很快啊 我们就给大家订上了 这个波龙和鲍鱼做的披萨 到底好不好吃 以及也请大家猜一猜 这一个披萨多少钱 您好 我的外卖 谢谢 外卖来喽 我今天午饭特地吃了很少 就是为了迎接今天晚上这一顿 今天是一顿会让人脸红的外卖哦 波龙鲍鱼披萨 香烤猪类排 慢煮牛舌意念 波龙波龙 你在家吗 哎呦你好幽默呀 怎么能想到你这种点子 你这个包袱太好了 估计这个时候弹幕全场都在 绝 行不绝 哦 它跟我想象中的披萨不一样 它也不能一样吧 有头哎 这就是我们为大家订下的一千三一个的波龙鲍鱼披萨 除了一整只波龙之外 鲍鱼 然后胚虎 鱿鱿鱼 放了一些香菇 通啊 番茄酱 典型的披萨搭配 那这个披萨从预期到成品给大家的印象 一到十分 打个分呗 到底味道怎么样呢 进了嘴才知道 给大家抱个头先啊 这个虾脑啊 朋友们 看着没什么食欲啊 哎看着不怎么样吃还蛮好吃的 主意的遗憾就是虾头肉不是特别多吧 但是正事儿朋友们啊 连鲍鱼带波龙前啊 咱们尝一尝 这个波龙的肉意外的嫩哎 海鲜配酒 你好总 啊 我觉得这个海鲜披萨还是很好吃的 我没有辜负我中国少吃了那么多东西 原本我以为这个波龙的肉啊 在披萨上面烤到之后会变得很老 但是它没有很老 还是很嫩的 底下还有军菇番茄酱啊 蒜啊 葱啊 各种香料 因为这个披萨非常薄 非常像在吃一个薄皮大馅的海鲜 海鲜包子 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啊 是因为这个鲍鱼在里面还是有一点过手了 我觉得有一点老 刚才呢 是钳子配鲍鱼 这一块呢 是虾配虾 哎 我比较好奇 为什么他们做披萨的时候这个虾尾不去掉呢 它这个加了波龙鲍鱼之后 食材跟披萨的融合 融合得怎么样 波龙的融合非常好 鲍鱼的融合呢 差点意思 说实话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波龙肉比较好 然后烤的也比较好 就有些波龙做的如果不好的话 它那个水分会流失特别多 肉会特别紧 你感觉有点 在吃一个皮筋组成的球 但是在这个上面 就会有比较好的那种弹性 而且会给你提供海鲜的鲜味和那种甜味 其实这样吃披萨还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啊 比如你带你的暧昧对象来吃啊 你等它要伸手拿的时候 你看准时机和它同时拿同一块披萨 这样你们两个人的手啊 就不经意间的触碰到了 然后场面就迅速的升温 恋爱小情趣 你看我们这节目不白看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美食节目 因为其实波龙和鲍鱼本身没有做特别的调味 所以这两个食材吃到你嘴里面的时候 更多的给你是咀嚼上的差异和反馈 所有的味道都是来源于底下的酱 就是给你增加口感 对 那大家吃披萨的时候 是更喜欢吃厚的披萨呢 还是吃薄的披萨呢 如果像我一样啊 爱吃薄的披萨 屏幕上抠个1 如果你喜欢吃厚的披萨呢 你在屏幕上抠 赤妹王脸 增加打字成本 就是想让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对 霸道总裁爱披萨嘛 你这个要是 早十年被文学界的伯乐发现 怎么样 你绝对可以成为霸道总裁 小说里面的那个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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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霸道总裁删耳帮的员工 墨西哥卷笔 怎么样 哎呀 你说这种披萨 直接上手的进食方式啊 确实是充满了野心的满足啊 那我跟你讲 我还有更野大了 哦 什么 我可以不用手吃饭 那你下次就这样做好不好 那不行 我们这 最要面子的人了 就除非大家这个视频 可以给我们点赞到10万 那我可以下一期不用手吃饭 你说是吧 骗人是畜生 我骗人是你 你要成为这么大的帅哥吗 会对你有压力的哦 好难过你知道吗 朋友们我们的披萨干完了啊 说实话 说实话好吃呢 是很好吃 但我相信它如果不是外卖 唐食会更好吃 然后说实话 我们也是因为要拍节目嘛 才会去订这样的一个披萨 我们如果平时吃就是正常的披萨 因为1300的一个披萨 说实话 就算是加了菠萝和鲍鱼 它确实还是贵的 那以上就本期的频道啦 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的三连关注 我们就到这里吃东里 各位网站即将 拜拜